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Six Sneakers的克拉拉小姐姐 那今天呢大家看这个灰色的鞋盒 有没有知道我要评测是哪双鞋呢 那之前我们Channel一直评一些乱七八糟的鞋 比如说像Vance啊 Off-White啊这种 那今天呢终于要评一双OG元年配色 就是我们的这个Hega Game Air Jordan 13 那首先呢开一下箱 就是这双鞋啦 那这双鞋呢在加拿大这边呢是8月4号 今天早上刚刚发售的 发售价呢是255加币 对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跟之前的那个 这个白色Presto穿的一样的衣服 那为什么呢 因为Presto是83号发的 所以我两个视频呢就一起拍了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Six Sneakers channel的话呢 一定要点击关注 那之后呢会推出更多的球鞋review 而且呢 因为现在是8月份啊 对于我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 就是新兴计划呢进入了复赛 那这个复赛呢主要看就是视频点赞数 以及粉丝增长数 那希望大家呢多多给我点赞 这双鞋是97年的元年配色 国内这边呢叫熊猫啊 但在国外呢不叫Pandas 而是叫Hega Game 因为呢它是起名源于由Spike Lee这个大导演 在98年的同名电影啊 那在国内呢 这双鞋当时是非常火爆的 大家一定猜如果刚刚玩球鞋的话呢 一定猜不到由谁带货 就是97年的时候在春晚啊 我们虽然看赵本山现在是这个样子 对吧 但在97年的时候 他是这个样子的 穿了一个一套track suit 然后呢还上脚我们Air Jordan 13 是不是非常潮 那大家想想这个几十年后的周杰伦 吴亦凡对不对 我就不说了 那这双鞋呢名字叫Hega Game嘛 就是源于那个当时98年的电影 那他这部电影的主演呢叫Denzel Washington 那他在电影里面呢也上缴了这一双鞋啊 那值得说的呢是这个电影的导演叫Spike Lee 那他呢是从小在亚特兰大这个生 就是他是在亚特兰大生出来的 但是呢他在纽约长大 所以呢他一直非常关注篮球这件事情 那他呢也和Nike乔丹呢 是算是第一个合作的人吧 像从乔三一直到乔二十呢 一直是由他来就是拍摄 就是他在拍摄这个广告 而且他也在广告中出现 那所以呢他在他的这个电影里面呢 也是让他的这个演员来上缴这个AJ13 那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呢 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人呢就是雷阿伦 那他是一个著名的NBA演员 NBA演员 NBA演员 他也是继1990 球员 那这部电影当中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人呢 就是雷阿伦 他是当时比较著名的NBA球员 那他也是继乔丹在1996年 参演这个空中大观的这部电影之后呢 也参演了这个他是参演了这部电影 那现在呢之后乔丹退役了以后呢 他也是成为了乔丹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 那这一次的复刻呢比13年的时候呢 要就是材料包括做工上面要更加好一些 而且呢他这个这个这个鞋的中底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猫科动物的脚掌一样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波浪纹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这个中底上面这块碳板 由于这些中底的特性啊 那在即使在当今呢 他也是非常适合打篮球实战鞋来穿他 那这双鞋的细节方面的话呢 他就是比较多的材料呢 用了这个荔枝皮啊 而且呢他有很多这种圆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这个侧面这个好多圆的 然后呢这个爆纹呃这个爆眼呢也是采用了一个圆的这个设计 呃这个爆眼比较特别啊 它里面呢是可以看出来23就是乔丹的这个 这个算是篮球服的一个这个号码牌 还有呢就是它的里面有个飞人标 呃而且呢从不同角度来看呢 这个爆眼是不同的颜色 从就是一面呢是绿色 另外一面看出来呢是红色 那这双鞋另外一个比较多的材料呢 就是这个几皮的设计啊 它在这个侧面呢还有背面都有 那这个几皮呢是一直延伸到了中底这边 所以呢看上去就好像它没有中底的那种感觉 呃鞋舌呢它是采用了一个非常非常软的皮质 而且上面呢有一个大大的这个飞人标 包括中底这边呃包括鞋垫这里呢 它里面也是有一个飞人标 如果你喜欢我们Six Sneakers的channel呢 一定要点击关注 如果你还没有呃如果你已经关注的话呢 一定要给我们多多点赞 呃包括投币啊之类的 反正这一期视频就这样啦 拜拜